哈喽大家好,我是Elly 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个故事 它名字叫做文鱼姐姐 小雪和小丸姐妹俩 拿着小桶和铲子来到沙滩上玩 海浪冲上沙滩 它们开心的追着浪花跑 一只小螃蟹从沙洞里钻出来 它们立刻去追小螃蟹 追啊追啊,螃蟹钻进一块长的尾巴的大石头后面 姐妹俩好奇的一看 咦,是一位文鱼姐姐 两人睁大眼睛说不出话来 小雪回过神后,脸盲问道 文鱼姐姐,请问你怎么会在沙滩上 文鱼姐姐一开始很害怕 但看它们不像是坏人 就小声的说 我是被昨天的大海浪 大浪冲上岸的 已经在沙滩上过了一晚 今天再不想吵的话 我就会被太阳晒焦了 请你们快救救我吧 小雪和小文齐声说道 好,我们来帮你 姐妹俩用铲子挖起沙子来 想挖出一条水道 让海水流进来 好让人鱼姐姐流出去 姐妹俩满了半天 额头上都大的汗珠 一滴一滴的流下来 水道终于挖好了 海水顺着水道流了进来 文鱼姐姐沿着水道慢慢的游向大海 文鱼姐姐回过头 向小雪和小文汇所说 谢谢你们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的 再见